调料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,也是每天我们都需要用到的,比如盐、油、酱、醋、鸡精等,我们都知道,少吃调料对我们的身体好,吃多调料了容易对我们的肝肾及心血管造成很大的影响。 但是,有些调料是可以多吃的,不但对身体没有影响,反而,对我们的健康有利,吃多调料不健康,这几种调料常吃,砂菌消炎,促进消化,尤其第五种,一、食醋,在很多场所,都会用到醋来进效消毒处理,由于食醋中含有大量的醋酸成分,而这种成分具有砂菌,且抑制细菌的生长。 并且,我们经常是用食醋,可以促进肠胃消化,缓解便秘的,所以平常都是用食醋,有利于身体健康,减缓衰老。 二、胡椒,胡椒是最常见的调味品,胡椒有黑白之分,白胡椒特别适于肥胖的人食用,由于它具有促进新肠代谢的作用,并且还能顺气。 胡椒具有很好的口感,而刺激唾液、胃液和胰液的分泌,从而促进食物消化。 三、辣椒,很多地方非常喜欢吃辣椒,辣椒对于提味,效果非常的好,由于辣椒中含有辣椒素,它是一种抗氧化物质,可以延缓人体衰老,并且辣味增加人体食欲。 四、辣椒,辣椒非常的香,不管是在卤菜,还是在做火锅,都要用到它来,增加菜的香味,而辣椒只有开胃顺气,化碳止咳,胸个满门,不思饮食,呕吐和泥等作用。 平常多吃,能促进消化,增加人体食欲。 五、大蒜,大家都知道北方人非常喜欢吃大蒜,大蒜在生活中是一种调味品,很多菜肴中都会放入,由于大蒜中含有大量的大蒜素,而大蒜素是天然的杀菌抗生素。 所以,平常多吃点大蒜,是有利于身体健康,肠瘦。 六、花椒,很多人也不喜欢那种麻麻的感觉。 其实,花椒也是一种中药,其功能具有龟皮、圣经、胃,并且具有芳香肾脾、温中酸汗、厨食质通、杀虫兼毒、滋养等功效。 七、生姜,大家也都知道,生姜在调料中具有屈性的作用。 中医解释,生姜具有屈寒、暖功、健胃等功效。 当我们遭遇的外寒入侵后,我们常可以吃点生姜,可以很好的屈寒。 以上七种调料,我们平常也常吃,但是它们不同于其他的调味品,是被加工出来的,这些全是纯天然的调料。 所以,平常可以多吃,又足于身体健康,从而延长寿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